取維修費用 矚立路邊的智慧收費柱 整座倾斜底部掀起 螺絲裸露在外 旁邊還遺留一顆紅彩球 3月1日起用 至今才過了一星期 掛了兩座 都是不錯啊 但是他用這個行車裝 我就覺得比較不適合 用這個東西 我是覺得是使用者的付費啦 那是感覺這樣子的 智容就比較不會亂停車 超短命智慧收費柱 光一座成本要價11萬 毀壞維修費 誰來負擔 考量到我們民眾第一次使用 不是那麼熟悉 所以從這個3月8號前 這個損壞的廠商 他會自行吸收 他從今天開始 跟我們損害的民眾 做這個求償的動作 由於南投市區 實施路邊停車收費時的 這一處占地5.2公頃 附地廣大的南投縣立體育場 硬不許繳費的緣故 車格天天被停滿滿 壓縮到民眾休閒運動的空間 對運動的人來講 其實是有點不方便的 有點不方便啊 對啊 因為我們會找不到車位啊 有車 早上來比較多啊 應該是上班的 或是這附近的人停的吧 讓外界不解的是 為何南投市停車收費 並未全面實施 工作坦言 與去年年底上網招標 流標四次有關係 化停車格的部分 並到委託經營管理的標案裡面 一起招標 星期三有順利召開評選會完成 由於體育場未設置門禁時間 引來民眾抱怨 體育場簡直成了 停車逃票的新樂園 路邊停車收費 變相成為官民鬥志 三連線無規